虽然是落幕了 但是后续效应却是一大堆 其中有一个争议 就是府方在未公布之前 到底是谁先走路的风声呢 传出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早在11月1号 就已经接到了美方通知 马席会的讯息 以便她可以随时冷静应变 对这样的传闻 即管绿营是直接否认了 但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是不是也意味着 美方在2016总统大选上 是支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呢 10月7号马席会虽然已经落幕 但原本府方保密到家的消息 突然在3号深夜 遭到平面媒体独家揭露 到底是谁先走路消息 答案揭晓 传出是美国早在11月1号 就主动透露讯息给绿营 我们一无所惜也没有所获 那我想如果事先泄露 给蔡主席知道的话 我想我们民进党 一定会有因应的措施啦 也不会感觉到是被突袭啦 出发前几天才知道 那这样的话 那蔡英文怎么当国家经党人 对不对 因为美方一定会透露很多消息给她啦 只是她是装作不知道的 蔡英文到底是早有掌握 又或真是遭受突袭 蓝绿依旧是各说各话 只不过这一切若不是空穴来风 美方这样的做法 无疑就是暗地在2016前选变战 中华民国自己强大 自己能够灵活运用这种国际局势 能够台湾内部团结 这个才是制胜的武器啦 那过度依赖哪一国 或者说谁挺谁 我都认为这个都是过度乐观的讲法 美国对民进党有更多的支持 我们听了当然开心啦 若是有美国老大哥支持 绿营一片鼓掌叫好 气势上势必如虎添翼 倒是这样的传言一出 美方不满马政府先斩后奏 疑似请中外也坏了台美关系 不仅苦了正在访美的朱立伦 2016的英伦大战 国民党也将在中美关系间左右拉扯 欢迎新闻胡仁奇林俊廷王阿威 台北采访报道